好 曾经经济日报也曾经有来访问过我 有关于专利商品化的一些问题在 我在这篇报道上面也特别有提到说 事实上在2006年远见杂志它曾经有出现 有报道归篇文章 它就是提到说 在全世界以专利商品化的成功的激励来看的话 世界的平均几率大概是3% 以台湾的商品化的成果的话 大概只有千分之三 所以千分之三跟百分之三是差个十倍了 所以我们要怎样利用一些方法 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突破 突破这个千分之三的一个魔咒债 如果我们要让我们的专利的成果 能够在未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成效在的话 其实我会一直思考一个还蛮有趣的问题 就是詹梦华人常常会说 我们常常是以什么为体 以什么为用 所以这个体跟用之间 其实它有一个很好的关联在 那我先提一个我非常尊敬的一个人 他就是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奖者 就是中村修二教授 他为什么会得到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奖呢 他获奖的产品是他在20年前所发明的一个 当时大家都不看好的一个东西 叫做LED 而现在你可以知道LED的应用 它已经有多方面的应用在 而我先用体跟用的这个关联性 来说明中村修二它的成就在 第一个是他发明了LED 这么棒的东西 可是这么棒的东西在20年前 是不被人家知道了 因为有的时候东西太创新了 真的搞不清楚 所以当然在这个的过程当中也发生了很多的一些故事 包含他跟日雅化的一些的关系在 发明了这么好的东西 结果日雅化的只给他的奖励已经是非常的少 然后甚至他得到了一些这个 所谓的非常高级的尊贵的荣耀之后 那像美国的大学都要争相的去聘请他 而我听说他一直期待日本的大学会回过头去去聘他 可是日本的大学竟然没有发邀请安给他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是题外话 我们就先来思考一个问题是 第一个是LED它这么棒的东西 在之前大家都不晓得它要 它有哪些的用处在 所以你要先知道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 你发明再好的东西 如果这个东西它并没有在应用上得到一个很好的应用的话 它得到世人的肯定 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现在LED的应用是非常的广泛 它甚至可以就好像之前 菲利普他所讲的那句话 他照亮了全世界 所以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不可能缺少LED的这种的产品在 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其实把LED的应用在各式各样的一个情境上面的话 是它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发明商品化的一个实案例在 所以也因此让他得到了今年度201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我在这边想要先跟同学分享的是说是 我们很多人在做创新的时候 我们会从创新者的立场先去思考说 哇这个东西有多么的棒 可是这个这么棒的东西 我们如果后面没有去思考一个很好的应用的一种的情境的话 其实这么棒的东西它只能叫好不叫做 那在如何去想象这个所谓的应用的一些的状态 其实是每个创新者他都必须要先去做好思考的 那在这个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去思考一下 其实那个死亡之谷它就是在提醒你说 你要想到这个很好用的这个用的上面 那你该如何去做思考 那我想老师在这之前已经讲了非常多的一些的案例在 所以我们在单元一里面 特别的是把创新与专利的这两块 希望把它做一个很好的结合 所以老师在这个学习的目标上面 我会希望第一个是了解专利对于这些很创新独特的产品 或者是服务它能够辅助的重要性 另外一个是我要先跟同学讲专利保护的价值性在 另外一个是要先去了解到说 你在专利申请的一些的评估以及它的必要性在 当然在提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会先跟同学先分享一个观念 就是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创新 专利的保护只是它的一种的手法在 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其他的方面的保护 所以在这边的话是否要用专利去做保护 其实它是有一些的问号在 有关于第四点的话 我会先跟同学先分享一下 是说是我们在专利 创新以专利作为它保护的标的以外 那我们更想要先去思考是 你这个东西在后头 有没有一些商业模式可知运用 其实这个商业模式就是帮你去跨越那个死亡之骨 一个非常必要的知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